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我们来谈谈间歇性断食有哪些形式 哪种方式最容易执行 哪种方式减肥效果好 哪种最促进健康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可以帮助减小断食饥饿感的小窍门 在开始了解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了 间歇性断食的第一种方式称为随机断食 你不需要制定复杂的断食计划 就可以体会到断食的效果 比如,当你准备要吃午餐的时候 觉得自己不饿 或者太忙了,没有时间吃饭 那么就直接跳过一餐好了 你不用担心一两顿不吃饭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害 身体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饥饿 更不用说错过一两顿饭了 如果你早上起床觉得不饿 那就跳过早餐 如果晚上觉得还没有消化 那就省掉晚餐 有时候在外面旅行 找不到想要吃的东西 就索性不吃了 这样你实际上进行了随机的间歇性断食 这种方式对于初次尝试断食的人比较容易实行 根据自己的饥饿程度和时间限制 才决定要不要吃东西 不过在正经吃饭的时候 要保证每一餐有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的食物 不要挑食 不要偏食 第二种是16比8的断食 也是最常见的形式 也是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方式 每天进食16小时 然后在8个小时之内完成日常的饮食 这种方法也比较简单 比如你在晚上8点吃完最后一顿饭 然后第二天早上不吃早餐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吃午饭 这样你就完成了16个小时的断食 对于习惯了吃早餐的人来说 这种方法可能一开始不适应 当然你在16个小时的断食期是不能吃零食的 在8个小时的饮食时段内 你可以吃饭 甚至包括零食 这种方式很适合刚接触间歇性断食的人 比较容易食食 不会减少肌肉 可以有效地保证大脑的功能和注意力 它的缺点是触发自食的强度还不太高 第三种是一日一餐的断食 又叫OMED 每天只吃一顿饭 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不会吃任何含有卡路里的食物 包括饮料 这种间歇性断食 它的进食期很长 而吃饭的时间很短 一天要花费23个小时来进食 只有一个小时摄入卡路里 那么每天在什么时间吃这仅有的一餐呢 大多数人选择在晚餐的时间进餐 然后进食只指第二天的晚餐时间 差不多有23个小时 为什么要选择在晚上呢 这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头的 人体呢在早上起床之后 胶感神经系统比较兴奋 心跳加快 血管收缩 身体进入活动状态 皮质醇增高 人体的压力也增高 而在下午或晚上的时候 腹胶感神经系统活跃起来 有利于人体的休息和消化 在下午或者晚上进行一日一餐 比较容易实施 不需要详细的计算卡路里 在进食期 你可以喝咖啡喝茶 可以吃维生素保健品 而在开放期 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食物 很明显 这种断食方法是16比8的加强版 它对某些人提供了一个 快速减肥的解决方案 但是风险也增加了 比如你会感到很饿 由于能量供应不均而感到疲劳 注意力难以集中 有些人每天只吃一顿饭 可能反而会暴饮暴食 如果长期采用这种饮食模式 会导致营养不良 也可能会减少身体的肌肉比 第四种是5比2断食 每周有5天时间 你正常吃饭 平时怎么吃还怎么吃 选出两天 每天只摄入500到600卡路里 女性大约是500卡路里 男性大约600卡路里 你可以选择一周中的任意两天 只要在这两天中间 至少隔开一天就可以 比如你可以选择周一和周四断食 而其他时间正常进食 如果一个人平时每天摄入2000卡路里的话 这两天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 因为限制了卡路里 这两天就类似于断食 有些人觉得这种饮食方式 比传统的限制卡路里的饮食 更容易坚持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一周有5天时间 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突然有两天切换到限制模式 每天只能摄入500卡路里的热量 你会感到非常饥饿 非常想吃东西 如果你努力做到了 身体准备要开始适应这种断食状态了 胰岛素也开始降低了 可是你马上又恢复了饮食 胰岛素又升高了 这样来来回回 如果有胰岛素抵抗 那么身体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适应 所以对于本身有胰岛素抵抗的人 这种方法所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好 第五种是隔日断食 每隔一天断食一次 隔日断食意味着 在断食日完全避免吃食物 或者最多可以摄入5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 这种饮食模式有几个变化的版本 从强度较低到强度较高 例如每周断食一次 或者每周断食两次 直到隔日断食 这种断食方式是比较极端的 对于初次尝试断食的人来说 是很难适应的 每周有几天要忍受着饥饿入睡 这比较难以做到 同样 对于本身有胰岛素抵抗的人 或者有某些疾病的人 也不适合 第六种是战士饮食 据说由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成员创立 每天要断食20个小时 然后在晚上吃一顿大餐 在白天的断食期 可以吃少量的乳制品 煮鸡蛋 不经过烹饪加工的水果和蔬菜 可以喝不含卡路里的饮料 那么经过20个小时之后 人们可以在4个小时的饮食窗口期 吃任何想吃的东西 但是呢 要选择没有经过加工的 健康的有机食品 支持这种方法的人认为 这种饮食方式燃烧脂肪 提高注意力 提升体能水平 并刺激细胞修复 尽管对于战士饮食来说 目前没有太多的研究来解释这种方法 但是对于各种间歇性断食却有很多 研究发现 每天吃一顿饭的人 脂肪量显入减少 而肌肉量更大 在对34位健康的男性进行的研究发现 采用16比8的间歇性断食可以降低醋盐物质 间歇性进食可能是减低体内炎症的有效方法 断食可以改善血糖水平 在一项针对10位2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每天进食18到20个小时 可使体重明显降低 并且显著改善饮食和餐后的血糖控制 但是呢 即使服用较低剂量的降糖药物 间歇性断食也会增加低血糖的机会 低血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因此患有糖尿病或者低血糖的人 每天都需要定时进餐 以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 有兴趣尝试间歇性进食的糖尿病患者 应该首先要咨询医生 取得医生的同意 在间歇性断食中提到的正常饮食 并不是说你可以吃任何东西 如果你胡植海塞一通垃圾食品 那么你可能不会减轻任何体重 反而可能会增重 食物呢要着重于营养丰富 富含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 这些食物会让你感到饱 而不会消耗过多的卡路里 如果你发现在进食期很饥饿 度过两餐之间的时间很困难 那么我给你一个小窍门 帮助你度过难关 让你不觉得有那么饥饿 怎么做呢 你需要在咖啡中添加一勺中炼脂肪酸 又叫做MCTOil 喝完这种咖啡 你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 不会很饿 中炼脂肪酸主要从椰子油加工而成 脂肪酸长度较短 相比于食物中比较多的长炼脂肪酸 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能为身体快速提供能量 所以不容易饥饿 可以更容易地度过进食期 虽然饮食方式是促进健康的一个有力工具 但是并不建议将断食作为饮食的长期策略 除了采用健康饮食之外 还不妨考虑调节每餐的分量 少吃可能是一种更有效 更可持续的减肥方法 减少晚上吃零食的习惯 在睡前吃零食会导致体重增加和体内脂肪的增加 经常锻炼 成年人每周进行几次中等强度的运动 例如步行是很有好处的 饮食要均衡 要注重新鲜水果和蔬菜 并限制加工食品 可以帮助一个人减肥 并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 控制体重的最佳方法 是选择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这就是吴博士给你的建议 好了 关于间歇性断食的最常见的六种方式 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生活中的科学 维持健康的身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很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